大家好,我是萌书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如何在Mohol里绘制图形 首先在图层栏里点击第一个代价号的图标 也就是新建层图标 可以看到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是我们能够创建的全部的图层类型 点击第一个矢量层 就可以得到一个矢量绘图图层 在图层前面也有图层类型的显示 接下来我们要使用工具栏里的绘图和填充工具 在舞台里绘制一个图形 基本的绘制图形工具有增加节点工具 绘制图形工具 手绘、水滴刷子和橡皮擦 增加节点和绘制图形这两个工具 是节点绘画工具 也就是类似于钢笔的工具 手绘、水滴刷子和橡皮擦 主要提供给有手绘版的同学 可以搭配手绘笔的压杆使用 更适合未图图层的绘制 点击增加节点工具 我们先来看上面的状态栏 状态栏这里的自动绘画选项 指的是图形的描边 填充和描边的设置 在右侧的样式栏里 我们可以在样式栏里设置好我们想要填充的颜色和线条颜色 我们可以打开色板里的基础色卡来吸色 吸色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 用鼠标左键按住吸管 然后拖动到我们想要的颜色上面 松开鼠标 这样就成功吸取了颜色 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直接在色卡里点选颜色 鼠标左键点击是填充颜色 鼠标右键点击是选择线条的颜色 宽度这里是指线条的宽度 我们可以手动更改数值 或者在输入框里按住鼠标右键 拖动鼠标快速更改数值 效果选项这里默认是作用在填充图层上的 如果我们想要给线条添加颜色 可以勾选下面的高级设置 在这里给线条增加效果 也可以设置线条的端点效果 笔刷这里点进去是一些自带的笔刷 我们先用增加节点工具来绘制一个简单的图形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的最后一笔是自动吸附到了已经建立的节点上 使这个图形变成了一个封闭图形 这是因为在工具栏里面默认勾选了自动连接选项 我们在绘图的时候 靠近已有节点的时候 该节点会显示绿色 这表示我们新增的节点会自动吸附到这个绿色的节点上 如果我们取消自动连接的勾选 再取绘制图形的时候 节点就不会被自动吸附 曲率工具是用来修改节点的曲率 我们按住Ctrl键 鼠标左键点击可以选择节点 选中节点后 按住左键拖动鼠标 可以快速的等比例的修改左右两边的曲率 按住Alt键拖动手柄 可以单独修改一侧的曲率 如果我们想要修改这个图形的线条和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填充工具里的第一个选择图形工具 选中的图形会被覆盖上这种马赛克的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右侧的样式栏里去修改 或者在上面的状态栏里修改 现在我简单演示一下手绘工具和水滴刷子工具 我现在使用了手绘笔 可以看到手绘工具绘制的是一条带压杆的线条 水滴刷子绘制的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我们使用橡皮擦可以进行图形的擦除 这三个工具实际上更适合快速绘图或是未图的绘制 在水量绘图里实际上不太常用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手绘出来的线条和图形 它的节点分布和节点数量比较随机 实际上这样不太利于我们之后去制作节点动画 接下来我们使用绘制图形工具 在上面的状态栏里 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图形 这一次我取消前面的填充和线条勾选 只建立图形的路径 先不去填充颜色 我现在绘制的是两个独立的 有重叠部分的圆形 给图形上色的方法 第一种我们使用创建图形工具 能够填充的封闭路径上面 会出现红色的马赛克 我们在上面的状态栏里 可以选择纸填充 纸描边或者是两者一起创建 或者我们可以单独选择几个节点 点击创建图形按钮 或者按回车键 单独的去建立这条路径的填充 第二个方法是使用油气筒工具 我们需要点击图形的路径 去填充这两个封闭图形 如果我们点击了路径里面的空白区域 软件会自动新建一个路径 其实就是切出来了一个新的图形 大家可以看到 自动创建的这个路径 实际上是不太精确的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这样切出来的图形 需要使用第一个选择节点工具 选择全部节点 然后点击上面的焊接断面 这两个独立的路径就连接到了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工具栏里的 删除边线工具 删除掉多余的线条 然后就可以使用油气筒工具进行填充了 删除图形工具 是用来删除我们已经填充的颜色 但是路径会被保留下来 删除节点工具 是用来简化节点的工具 当我们绘制的图形节点比较多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删除节点工具 去进行节点的简化 如果我们需要修改图形路径的话 可以使用第二个转换节点工具 去手动的进行调整 或者使用磁铁工具 去进行大面积的修改 鼠标上的这个红色的圈 表示的是磁铁的影响范围 按住out键 拖动鼠标左键 可以修改影响范围 也就是上面的这个磁力半径 绘图工具 最下面的这四个 也是快捷修改节点的工具 这里我稍微演示一下 透视节点工具 是对所选的节点 增加垂直或者水平的透视 斜切节点工具 是对节点进行垂直或者水平方向的斜切 弯曲节点工具是对节点进行水平或者垂直方向的弧度的变化 造波工具是对节点进行随机的扭曲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图形喷笔工具 图形喷笔自带了一些图形的笔刷 我们还可以手动制作喷笔笔刷 比如说我想用这个图形去作为笔刷 可以全选这个图形的节点 按Ctrl加C键复制 然后在这里选择使用剪贴板 现在图形喷笔的笔刷 就是我们刚刚绘制的那个图形了 线条宽度是用来修改节点上的线条宽度的 选中节点后按左键拖动鼠标 可以看到节点上的线条宽度产生了百分比的变化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修改样式栏里的线条宽度 我们修改的这个节点宽度 依然会按照我们设定好的百分比去显示 显影边线工具可以隐藏某条路径上面的线条填充 边线显路工具是用来修改线条填充的起点和终点 我们点击图形的路径 按住左键拖动鼠标来修改起点 按住Alt加左键拖动鼠标来修改终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曲线轮廓的使用方法 使用曲线轮廓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绘制一个封闭的图形 然后在空白处绘制一个独立的路径 选择封闭图形的全部节点 然后用曲线轮廓工具去点击这条独立的路径 可以看到圆形的边缘变成了这条路径的样式 然而实际上这个图形的路径本身是没有改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颜色点工具 我们按住Ctrl键点击节点 在上面选择修改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已经从我们选择的节点上扩散开了 形成了一个渐变色 那另一种渐变色的绘制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图形 在效果这里选择颜色渐变 图形上面的实心圆是颜色的起点 空心圆是颜色的终点 那么颜色点和渐变效果的区别在于 颜色点是跟随节点变化的 而渐变色是一个独立的效果 不会跟随节点的移动而改变 另外我们可以创建样式 样式相当于一个覆盖填充的效果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填充好的图形 下拉样式 点击新建 这个时候我们去修改其他图形的颜色 就可以直接在下面选择我们新建的样式1 这个图形就会自动修改成我们已经设置好的样式颜色 但是与此同时 这个图形的颜色我们就不能再去修改了 样式工具实际上比较适合批量上色或者批量改色 比如说我在这里选择样式1去修改颜色和线条 可以看到应用了样式1的图形都会进行改变 快速修改颜色还有另一种方法 同学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舞台里呢 绘制了两个不同颜色 不同边线的图形 如果我需要把左边的图形 修改成右边图形的颜色和线条样式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图形使用工具栏里面的吸管工具 直接吸取我们的目标图形 现在这个图形就自动修改成了另一个图形的样式 如果还想继续修改的话 依然可以使用样式栏里的工具进行改色 那么现在使量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已经全部讲完了 内容呢比较多 但都是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内容 推荐大家反复观看加强记忆 下节课我们来讲未图的绘制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